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趁着假日 狐狸猫和朋友们一同到牧场参观 牧场有一片辽阔的草原 阳光下翠绿的小草轻轻摇曳 草原上牛汁悠闲的漫步 狐狸猫一边喝着牧场鲜奶 一边拿着牧草喂牛 在这个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牛吃着牧草 而狐狸猫喝了乳牛产出的牛奶 那么你知道 植物、动物是如何获得养分的吗? 请问植物、动物如何获得养分呢? A 植物行光合作用自行制造养分 B 动物透过设食获得养分 答案是两者皆正确 没错 植物与动物获得养分的方式十分不同 植物啊能透过光合作用自行制造养分 而动物没办法自行制造养分 因此要透过摄食来获得养分 像刚刚在牧场中看到的画面 因为草会行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会制造出葡萄糖 而葡萄糖不只能让植物生长 还可以转变成淀粉、蛋白质、脂质等养分 储存在植物体内 当牛吃草时 牛就能从草中获得这些珍贵的养分 就能一天一天地成长 还能产出好喝的牛奶 而牛奶中也含有丰富的养分 所以当狐狸猫喝下鲜奶的时候 就能获得储存在鲜奶中的养分哦 看到这里 小树蛙觉得 自然界实在是太奇妙了 当植物制造出养分以后 储存的养分让植物生长 还可以提供给动物 小树蛙突然想到 在之前的课程中学到的知识 当动物吃进大分子的养分时 动物体没办法直接利用这些养分 这时需要透过某一种作用 让大分子养分分解成小分子 方便身体吸收与利用 请问动物透过何种作用 将大分子养分分解成小分子呢 A 光合作用 B 呼吸作用 C 消化作用 正确答案是C 消化作用 动物需要靠消化作用 来将大分子养分分解成小分子 方便身体吸收与利用 像是狐狸猫喝了牛奶 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脂质 然而这些养分是属于大分子 身体无法直接利用 因此牛奶会在消化道中 经由消化液的作用逐步分解成小分子 最后在小肠内被吸收 所以当植物透过光合作用 制造出养分后 养分就展开一趟奇幻之旅 从植物体进到动物体 而后在动物体内 经过长长的消化道 透过消化作用分解养分 来提供动物生长 不过这些养分在旅行的过程中 是透过什么来移动的呢 我们知道光合作用的器官是叶子 那么叶子制造出养分后 要如何运输到植物的其他器官 而动物经过消化作用以后 吸收的养分 要如何在身体内运输呢 其实不论动物或植物 都有一套厉害的运输机制 将养分送至生物体内 各个不同的部位 接下来的课程 我们就一起来认识 这套神奇的运输系统 邀请你继续跟着狐狸猫 以及小树娃一起探索吧 最后我们用一个小问题 来考考你哦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植物会行消化作用制造养分 D 动物会行光合作用自行制造养分 C 养分可以在植物与动物间流通 D 消化作用是将小分子养分 合成大分子的过程 正确答案是C 你答对了吗 在下面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吧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个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